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最近新收了一株兰花 就是眼前这株特别大的兰花 通常呢,我喜欢个子比较小一些的兰花 因为天冷以后呢,室内没有那么多地方放 但是当我见到它的时候呢 还是被它的独特和美貌所吸引 当然呢,就把它收了 这是一株相当特别的兰花 它是由两种不常见的兰花杂交而成的 捧心兰和安古兰 捧心兰和安古兰呢,都不是太常见的兰花 同时呢,它们两个呢,是近青 所以呢,可以杂交 它的名签呢,在这里 可以叫做安古捧心兰 续日 它是获奖的兰花 这个安古捧心兰呢,是我自己给起的名字 因为我实在是查不到它中文相应的名字 所以呢,并不准确 你知道我所指是什么就好了 捧心兰呢,我以前做过一个视频 因为我有一株红色的 你有兴趣的话呢,点击上角呢 可以看到我之前所做的捧心兰的视频 安古兰呢,它的株质呢 和捧心兰呢,非常接近 都是有这种巨大的叶子 但是它的花呢,不打开 是合拢的,微微合拢 在中文里面呢,叫做郁金香兰 或者呢,叫做婴儿强宝兰 它看起来呢,就像一个小baby呢 在一个强宝中的模样 但是这个杂交的兰花呢 它的花瓣呢,又有稍微呢 打开一些 正好呢,介乎二者之间 看起来呢,也相当可爱 花瓣呢,非常厚 蜡质 看起来有点不像真的 摸起来呢,也非常的硬 有香气 这一株的香味呢,不浓 有一点淡,有一点甜 我说不来是什么味道 我觉得很好闻 这花呢,已经开了差不多是四周了 快要结束了 即便如此呢,它的姿态看起来呢 依然是很动人 这个安谷捧心兰呢 它种植的方法呢 和捧心兰呢,是一样的 在光照方面呢 对需求呢,还是蛮高的 和卡特兰差不多 但是因为它的叶子呢 非常薄,容易晒伤 所以的话呢,要注意遮阴 但是在遮阴的情况下呢 尽可能给予高光照 这样呢,它才容易长得好 花呢,才容易开得好 在温度方面呢 它喜欢稍稍凉爽的气候 希望呢,不高于27摄氏度 当然啦 稍稍高一些呢,也没有关系 但是呢,最佳气候呢 温度呢,应该是在27度以内 10度以上 至于水分 在积极生长期的时候呢 要常常的保持湿润 在冬天 我忘了说它是落叶的 落叶的时候呢 如果只剩下这个杆子以后呢 那就要让它干燥 几乎不浇水 保持干燥 在湿度方面呢 它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40%到70%呢 都没关系 在肥料方面呢 积极生长期 薄肥禽湿 可以多湿一些肥 因为它呢,生长期呢 长得非常快 你看它的个头多大 就在几个月就要长这么大 所以的话呢 肥料其实是可以比 可以比一般的兰花呢 略多一些的 而且呢,在生长期呢 以淡肥为主 主要呢,是指夏天 到了秋天 等它的杆子成熟以后呢 就要换成以淋肥为主的肥料 然后等它的叶子落了以后呢 肥料就要完全停掉了 另外呢,是关于换盆 换盆呢,最好是在春天 新芽开始生长之前呢 换盆最好 或者是刚长出来 还没有长根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是换盆最好 通常换盆呢 建议呢 至少要有两个杆子在一起 这样的话呢 比较容易开花 还有一点呢 非常重要 捧心蓝呢 是地生蓝 这点呢 也是我新进才知道的 那这个植料呢 用的是 上面是水苔 下面呢是树皮 我下次给它换盆的时候呢 我会把它换成盆栽土 应该会长得更好 另外呢 就是刚刚换盆以后呢 植料呢 要保持相对干燥 直到它的根呢 有一定的长度 可以吸水的时候呢 再浇水 不然的话呢 下面呢 反而容易烂掉 这些呢 就是捧心蓝 以及眼前这株 安谷捧心蓝的照看方法了 在结束视频之前呢 再给你看一下它的全貌 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你点赞 希望看到我更多的视频呢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谢谢 没有 感谢观看